1月23日凌晨4时,因应油麻地和佐敦一带疫情持续严峻,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引用运防及控制疾病规律第599J章,做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在相关疫区划出受限区域,区内人士居留在其处所并按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 1月23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会见传媒时表示,当天凌晨,政府以微风指定区域,并为区内所有居民安排强制检测,牵涉人口约1万人。 1月23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有点不停性的一些纪录,所以政府决定引用第599J章规律,实施所谓留在原署所的检测令,政府也已经是唯封了指定的区域,即是说是甘肃街,泡台街,南京街,吴松街这几个地方里面的范围,牵涉的人口是大概1万人左右。 据介绍 在围风范围内的居民需留在处所内 按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 任何人违反限制及检测宣告 可处罚款25,000元及渐进6个月 据悉 此次行动有多个政府部门超过3000人参与支援 今天这个行动 政府是多个部门 动员了超过3000人 全力支援 安排落实今次这个行列的公告 我们在围风范围里面 我们有51个的流动彩阳站 会派员到访范围内的大厦 找出一些未接受检测人士居民 到流动彩阳站进行这个检测 我们会上楼 就是带他们来的 香港特区政府实务级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当天表示 受检人士需在其处所等候 直至区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 且检测结果确定后 才被允许离开处所 当局指目标是在约48小时内完成这一行动 至于在区内所有已识别接受检测 完成的人士的相关检测结果 如果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 我们的目标都是在48小时内 即是在1月25日星期一上午6点之前 完成行动 希望达至同心抗疫小区清零这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